花蓮市原住民啦啦吧志工团队今年成立了第13年了 之前举办今年度第二次的联系汇报 那么在花蓮市公所的安排之下呢 前往花蓮红十字会学习专业的救护能力 成立第13年的花蓮市原住民啦啦吧志工团队 日前举办今年度第二场次联系汇报 与花蓮市公所安排前往花蓮红十字会 学习专业救护技能 邀请主科教练蔡静林 助教林清顺 廖伯瑞等讲师协助授课 根据国外的资料统计 如果说有十个一般民众学会CPR 然后他有机会用到CPR这个技能 大概有七个人是就帮助到自己的亲朋好友 只有三个人是救到陌生人 所以说这个技术很值得推广跟训练 那我本身除了是国庆里里长以外 我也是红十字会的这个路上急救教练 那本于这个做好事的心态啦 我也会经常来上课 就是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会 多一个人会这个技能 就可以多救一个人的机会 国心里里长也是红十字会急救教练的廖伯瑞表示 心肺复苏数加自动体外电极驱战器 CPR加AED是一个值得推广与训练的救护技能 那我们真的也希望啦啦爸志工队 过去一直以来在花园志工所 无论是大小事务为一个协助 常常会来当我们的志工跟义工 那也会有非常多民众来到花园师洽工的时候 啦啦爸志工队会有辅导 所以如果有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 我们希望无论是公所同仁也好 还是啦啦爸志工队也好 或是我们其他的志工队也好 都能够有紧急救护的技能 那未来对于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训练 然后保障自己 也保障自己身边的每一个朋友们 那未来我们会规划更多的课程 让我们志工持续来做相关的研习 跟救护的技能训练 那也希望大家也多多参加 花园市的所有的志工行列 让花园的乡亲能够得到更多的服务 啦啦爸在阿美族的音译是牛 象征牛的精神勤奋认真 志工团队在队长程阿妹号 各部落族人发挥合作精神 紧急时刻都能互相支援 去年更获得志愿服务绩效评鉴第一 期盼透过救护专业训练 让志工可以学习技能 保障自己同时 也保障其他人生命安全 记者长邦彦华林斯报导